那么我们这次呢 我们说这个26和27章 26章是讲了共和派 共和派其实是主要也是英国的那个派别 27章呢 是讲这个英国的两个启蒙思想家 一个是哈利法克斯 一个是洛克 当然主要的篇幅还是在洛克上 他们两个就是就是英国的 就是在光荣革命之后的 辉格党人执政的那个期间 用的他们的一些理论思想 我们还是先看26章 按顺序来 26章 我就还是按那个 就是这个篇幅的顺序来给大家说 第一章是这个第一部分是 哈林顿 密尔顿和希德尼 介绍了这三个人 这三个人呢 主要的共和派 主要还是介绍了哈林顿 然后我们先要知道 先说一下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他的时间是在1640年到1688年 这个时间段 然后是以新贵族阶级为代表 推翻了封建君主 封建专制制度 建立起来了英国资本主义社会 那么我们就说一下 这个共和派是怎么来的 这个共和派 他们是一些平均派的成员 但是呢 组织比较松散 也没有 他们只是在这一个历史阶段上 有了一些这个政治理论 但是在以后的 这个后来的这个社会当中 他们的影响变不大 谈话一线可以说 代表人物就是这个哈林顿 我们下面主要是介绍他 然后还有两个人物呢 是密尔顿和希德尼 他们两个人 为共和主义辩护的这个方式 是那种法条 法条主义式的论证方式 也就是从自然法和人民主权当中 去推演共和的一些理论 但是哈林顿 他是呢 他是把共和政体当作 一个社会和经济演化的一个结果 我觉得就是有点 更倾向于经验主义和现实主义 哈林顿呢 是一个贵族 他的著作是大洋国 是在1656年写成的 大洋国呢 是以英国为原型 构建了一个虚拟的共和国 也可以把它给予成一个政治乌托邦 这本书 他是献给克勒威尔的 这本书也是描述了英国那个时代 对英国的那个 那个政治背景 进行了一个描述 那么他采用的方法呢 就是历史比较法 就是他介绍了 古这个 这个犹太地 就是古罗马 斯巴达 古雅典 还有雅典 还有这个威尼斯 当时的一些政府形态 想通过这种对比 或者这种旁征博引 来证明古代的那个 来以那个古代 古代的那个理想政府 来为现在的这个政府进行辩护 还值得说的一点 就是这个哈明顿 他非常欣赏这个霍布斯 他认为霍布斯 用普遍因果规律 以及这种科学的方式 来理解人的行为动机 这种科学的 这种就是 科学的理性主义非常好 然后呢 他又觉得霍布斯在 他又觉得霍布斯在 在之后论述社会契约理论 和主权理论的时候 没有坚持这种原则 所以他 以后会在这个方面进行一些补充 这就是对他们三个人 我简单的一个小介绍 那么我们下面呢 主要是介绍哈根顿的一些 这个政治理论 他第一部分是 共和政治的经济基础 哈根顿他对政府的洞见 是这个样子的 政府 他说无论在结构上 还是在运作上 都是由基础性的社会 和经济力量所决定的 一个政体 在一个国家的存续 取决于财产的分配 尤其是土地的分配 只要掌握了土地的优势 那么就能凭借经济上的 必然性而掌控政府的权利 这就是他的一个理论基础 就是叫经济决定论 这个哈根顿还提出了 这是刚才说的是 哈根顿的第一个理论 是经济决定论 经济决定政治 第二个要说的是 他还提出了一个 关于内战的一个经济历史理论 这就是他证明 经济决定论的一个角度 他从经济历史的角度 分析内战的原因 他说我们现在 之所以出现这种 要求建立民主政府的要求 那是因为在玫瑰战争期间 英国的贵族阶层全部阵亡了 以及亨利七世 把大庄园分封出去 然后亨利八世 他剥夺了当时英国最大的地主集团 也就是这个教会 把这些土地分批分批的 分成小土地 那以上的这种两种情况 就导致了土地财富 分给了一大批 小的一个土地所有者 那这样土地所有者 这些小的土地所有者 早晚会提出 对于民权的一个诉求 哈根顿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一个思想理论呢 一部分是出自于马基亚维基 因为马基亚维基说 贵族阶层的存在 是与民众政府不相协调的 但是他认为马基亚维基 并未注意到经济的因素 因此他还吸收了亚比士多德的观点 也就是革命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财产不公平造成的 你看他还是在说 经济决定政治的这一个方向 哈根顿为什么会相信 土地财政经济决定论 是因为他认为 这个土地如果被贵族所有的话 那么普通人就必定会在经济上 依附于这些土地所有者 依附于这些贵族 也继而会在政治上依附于他们 如果把土地转移到了 众多的普通人手中 生产资料转移出去了 那么贵族的权力 必然会削弱 那比较一下 哈根顿和霍布斯的政府理论 哈根顿认为 霍布斯关于政府 是建立在契约上的权力的说法 这个是比较肤浅的 他说霍布斯在谈到 法律契约的时候 并没有意识到 这个契约背后 强力的保障 强力强大的一点 如果没有这个法律的话 那么法律就是一纸空文 强力是什么 是军队 那你如果要养活军队 毕竟就需要对生产资料 对土地的控制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霍布斯和哈根顿 他们之间的分歧 是一个法律逻辑学家 和一个社会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 霍布斯 他就是一个法律逻辑学家 而哈根顿 他是在从土地 从经济的角度去解释政治 在哈根顿的理论体系当中 一项政治解决方案 关键就是在于土地和财政 就是在于土地的分配 但是他的这种理论 也有点过分的夸大了 土地分配在对于政治的影响 而低估了制造业 贸易金融对于政治的影响 因为在当时的英国 贸易已经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而贸易的要求 会要求平等 所以贸易对经济 对政治会有一个很大的作用 根据哈根顿 他所提出的土地所有均衡论 哈根顿还对政体做了一个分类 那么在说哈根顿对政体的分类之前 我们先想一下 亚里士多德对政体的三分法 亚里士多德把政治 分成了君主制 贵族制和民主制 对吧 然后这三种政体 还有三种变体 就是这个君主制 它的变体是建主制 本体本体是建主制 这个贵族制 它的一个变体就是寡头政体 民主制 它的变体就是平民政体 那前面这三者 就是这个君主制 贵族制和民主制 它的一个目的 是促进公共利益 而后面这三种变体 其实就是在为统治阶层 谋取私利 这三种分法 这个也可以说是 根据权力的归属来分的 你比如说 如果权力归一个人所有的话 那么这个制度就是君主制 如果归一部分人所有的话 那么这个政治制度是贵族制 如果归很多人所有 归全民所有的话 那么这个制度是民主制 这就是之前亚里士多德 对于政体的分类 那么现在我们来说 哈根顿他对于政体的分类 他当然他这么一个 这个土地经济学家 他肯定是根据土地来规定的 那么他首先 他说这个君主专制政体 他分成了君主专制政体 混合或封建君主制 以及共和政体这三种 这个土地呢 如果说都控制在国王手里 并且国王租给这些小殿农 那么这个政体就是君主专制政体 比如说帝国时期的 罗马和土耳其帝国 都是这种君主专制政体的典型 如果说土地转入了少数贵族手中 那这就是 那这就产生了混合君主制 也是一种比较弱的君主制 那这个时候的国王 可能就要依附于诸侯 如果封建解体 也就是说这个贵族 根本就无力组建一个军队 或者是一帮家臣 那么这个政体就变成了共和政体 或者是叫民众政体 下一个部分呢 是法律的决立统治 哈根顿他除了有三种政体的分之外 他还把政治归为了两项原则 第一项原则是强力 强制力的强力 第二项原则是权威 强力是取决于财产的分配情况 而权威则取决于共和国的心智 这个可能不太好理解 我再说一个就是概念 就是古代的审慎和现代的审慎 审慎就是 你别管这个啥意思了 我就跟你解释 古代的审慎就是说 为了共同的利益 根据法律来进行统治 而这个现代的审慎呢 是为了个人或阶级的利益 而剥夺共同体 古代的审慎就是 以马基亚为例为代表 就是 而这个现代的审慎呢 是以霍布斯为代表 这种对比呢 也和君主制和共和制 这种对比是差不多的 共和国 那共和国的代表 就是这个雅典 斯巴达 罗马这种 而这个 还有这个 就基本上就这三种 那共和国 它的一个显著标志呢 就是法律的统治 而不是一种人的统治 人治 对应的是 法治对应的是人治 那暴政和宪政的界分 就在于前者 这个暴政 它是人格化和专断的 而后者呢 是依法制制 和为了公众利益 当然也有这个 其臣民的参与和同意 那一切政权 都是要求权力和权威 要结合在一起 即便你是共和政体 也是要求权力和权威 再结合在一起的 除非政治力量 和经济力量结为一体 否则你无论有多么大的政治智慧 都无法顺利地进行政治治理 与君主制相比呢 共和国 更是一种法律的统治 而君主专制呢 则是一种人为的统治 人治 君主 封建君主制 是国王和贵族相抗衡的产物 而只有共和国 才容许这个自由 给真正的治国之术留下空间 而这个治国之术 治国之道 它的目的 就是使个人力 和公共力相一致 那哈维顿 就把这样的国家 称之为平等的共和国 从制度上讲呢 共和国这个制度 它是为了防止土地分配 防止土地在分配领域 发生很大的变化 也就是说防止土地 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在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当中 不仅不会对土地的 所有者的政治权利 施加任何限制 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进 如果你想进议会 不会说 不会要求 不会对你的财产 有一定的要求 所以这个平民 平等进入上议院 也是在共和国 共和国制度下 也是可以的 那哈维顿甚至还说 要给这个议员 发放薪金 那另外一方面呢 哈维顿认为 共和国是由自然贵族的领导 由自然贵族所领导 这个自然贵族 是应该怎么样给解呢 它并不是 并不是封建制度当中的贵族 这个自然贵族 可以理解成精英 理解成精英 这个精英 可能可以是 平民精英 绅士精英 只要这个平民和绅士的人数 无法形成一个贵族阶层 那么就不会对 这个共和国构成威胁 我们再说共和国的结构 哈维顿提出的 这个平等共和国的结构的 原则大致是这样的 一部土地法 轮流执政 秘密投票 权力分立 这就是 他的这个共和国的 一些基本原则 那么他对于 平等的共和国的定义 是这样的 一个平等的共和国 是建立在土地平等的 是建立在土地平等基础之上的政体 它表现为这样 这样一种上层结构和三道程序 上医院进行辩护 并提出议案 人民做出决定 经由任期相等 且轮流执政的行政官员 加以执行 这些行政官员 是由人民通过 秘密投票的方式 选举出来的 这就是这个哈维顿 对于他所提出的 这个共和国的一个描述 那不管这个哈维顿 他对于共和国描述的 多么的这个歧义 那以后 那在以后 这个自由政府 这一部分 就是过渡到自由政府 以后 你会发现 就是他所提出的 共和国的一些原则 在自由 就是自由主义的政府 所执行的原则 是吧 比如说这个制定成文宪法 选举行政官员 无纪民投票 短期和轮流执政 权力的分立 保障信仰自由 以及公民普及教育等等 这些都是哈维顿 在他的这个 平等的共和国里面 所提出来的一些原则和理念 那说完好的 我们来说不好的 不管从目的上 还是从理论上 哈维顿 他并不算是一个民主主义者 因为他认为 共和国的领导权 可以交给土地 拥有土地的身世们去掌控 因为这个阶层 在力量和能力的优越性上 是不正自明的 他的这个土地 经济因果论 就排斥了 类似于平均派的那种 民主理想 也就是说 把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 分开的那种理想 在他们那个共和国 在哈维顿的共和国里面 你看政治权利 财富分配形式的衣服 他认为拥有土地的身世 掌握政权 是那个时代的基本事实 但是我们前面说过了 他只强调土地对政治的影响 他忽略了贸易对政治的影响 当时的英国 贸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因素 也可以说是政治因素 贸易的扩大 必然会与他所想 他所想实现的那种经济平等 是不相容的 贸易扩大必然会导致 财富的一个分化 那么这就和他所提出来的 经济平等是相违背的 那么按照 如果按照他的逻辑 进行严格的控制 实现平均的目标 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改变 他对于共和国政府的设想 我们以上就是说了 哈林顿对于共和国的一些设想 包括他的一些原则 包括了法律的决定统治 然后还有说到了 最重要的就是说到了 他的一个经济决定论 下面我们再说另外两个 不太重要的共和派的人物 一个是约翰·米尔顿 另外一个是希德尼 先说约翰·米尔顿 约翰·米尔顿和希德尼 也都是共和主义者 但是在理论的原创性和重要性方面 就不如哈根顿的 学识也没有哈根顿原果 但是对于他们两个人来说 共和主义是建立在自然正当的 这一抽象基础之上的道德理想 也就是他们两个人 是从自然法的那个角度 去进行一个理论的探索的 米尔顿他的特点 是文字写的比较好 他能用比较华丽的语言 包装被人们所知道的一些思想 用雄辩的笔墨 来体现那种崇高的政治理想 这是米尔顿他的一个优点 但是希德尼 他不仅没有学识 连文笔都没有 那他为什么出名呢 作者是这么说的 因为当时英国政治的思想比较频繁 所以他就显得比较突出了 那么他们三个人 最开始介绍的哈根顿和 后来说的米尔顿西德尼 他们三个的共同点都是 一种对重古 向往古代 把贵族的共和国理想化了 有点乌托邦性质 那我们先详细的说一下米尔顿 他的思想 也就比较带有 人民主权理论的这种色彩 比如说他支持言论自由 而且他的理论 我读完之后就觉得 非常像言论的自由市场的概述 就是支持真理越辨越明的 这样一个道理 认为这样才能够在雄辩中出真理 而且他也认为反抗暴君 是一种天赋权利 因为人们生而平等 而建立政府 就是为了保卫共同的安全 公共当局取代每个人 用于保护自己的权利 因此我们制定规则 就是为了要限制公共当局 行政官员的权利是来自于人民的 因此保护共同利益 反对暴君的权利 必须始终要归于人民 此外他还支持宗教自由 认为个人的良善 是对于宗教这个问题的 一个终身法庭 密尔顿的共和主义理论 我们引预约可以看到 柏拉图理论的一些影子 因为柏拉图认为 权利所具有的正当理据 乃是道德上和支持上的优越性 这是柏拉图的观点 密尔顿同样认为 造物主规定的治者 社会上的治者应该统治于者 这和柏拉图的 哲人王的那种统治 就是很相似 所以他反对的是什么 他反对的就是权利的世袭 权利的世袭 就是违背了这样一个 治者统治愈者的这么一个逻辑 对吧 那密尔顿的理论当中 也有两个矛盾 一方面他说 他就是相信优秀的人 应该始于统治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又对这些统治的人 优秀的人表示不信任 再比如 他对争取个人自由 表现出了非常大的热震 但是他又对大众的智商 表示了轻蔑 他鄙视议会的程度 一点都不亚于鄙视国王的程度 因此他是一个贵族 也就是他是一个贵族出身 而且他的智商很高 但是他的理论又是代表民众的 但是他的代表民众 我觉得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民众 但是实际上 在具体的民众的时候 他又觉得大众很愚蠢 因此他根本就没有认识到 如果人民大众在政府里 他认为人民大众 普通民众都不配在政府里面发言 但是如果你不让他们 在政府里面有职位 有席位的话 那么你如何去提倡 你所主张的那种个人自由呢 所以这就是他的一个矛盾之处 所以他对于革命 还是有一种比较理想化的倾向 有点书本 并没有做好 面对革命当中的 现实的一个准备 不太接地气 最后说一下希德尼 当然说希德尼之前 还要说一个人 这个人是菲尔默 这个人是一个保王派 他写了 《论国王的天赋权利》 这么一本书 但是他论证天赋王权的 这么一个论证 却没有 之前如果你论证 就是王权的话 一般都是借助于圣经那种 经验哲学的那种传统去论证 但是他偏偏选择了 用自然法的那种理论 认为国王的权利是天赋的 是自然的 并且为了论证这个道理 他为了论证这个目的 他还从父母的权威 父母的天赋权威当中 去推断国王的这种权威 照这么说的话 亚当就是第一个国王 这种论证显然漏洞就非常大 因为如果亚当是国王的话 那么根据长子继承制 当今英国 也只有一个亚当的继承人 当今世界 但是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国王 所以也就是说 是不是每个国王都是非法的 不合法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 他不断的受到 基德尼和之后的洛克的一个攻击 除了费尔默 费尔默除了在这一点上 就是在论证 王权用自然法的这个角度 去论证有所失误之外 费尔默还是比较有学问的 而且他虽然作为保王派 他反对人民主权理论时 所提的问题都非常的好 比如说 比如说谁是人民 如果人民是指全部的人口 那么他们在何时 递结了这么一项契约 又是如何对一件事情 表示同意的 所以这些问题 而费尔默还认为 人民是一大群没有手领的人 他们都是分散的居民 除非在一个法规共同体内 否则你选举多数之治 这样的概念 就没有什么意义可言 而如果你要形成一个共同体的话 就必须要有一个主权者 你看从这些言论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费尔默 他确实是有一些深度的 而且他这些理论和霍布斯的 我觉得还是有点像的 这个西德尼 他就是最后一个 我们要说的共和派的 共和派 他的观点 其实和密尔顿也差不多 都是赞同选出最优秀的人物 去治给国家 也都带有共和国的那种 理想主义色彩 那么评价一下 这个17世纪英国的共和主义 从一方面来说 他们是有点空想性质 反映了一种热情的理想主义情绪 但是他们又没有像平均派那样 具有抽象的哲学强硬力量 我觉得这句话意思就是说 他们在哲学的逻辑性上 和严谨性上 系统性上 还是差了一些 17世纪的共和主义 也相当于是一种贵度哲学 而不像平均派那样 提出了具体的政治纲领 就是一种关于人权的一种宣言 而对于密尔顿和希德尼来说 人民仍然是一个 自然精英所领导的共同体 所以他们的共和 其实我觉得有点是贵族制的 而根本上 而不是说 而不是指天赋人权的 平均的每一个人 而哈勒顿他的经济分析 非常有新意 但是 这个经济分析和共和主义之间的关系 逻辑上并没有那么密切 而且他只是碰巧在 共和国这个时期进行了写作 所以他就把经济分析 用到了共和国的这个框架当中 如果说他是在一个 君主一线的历史时期写作的话 可能他的这个经济分析 就被用到了君主一线上 好 这就是关于英国的 共和派的一些理论 人物和观点 我的声音正常 我先喝口水 好的好的 谢谢 那我们再来说 这个27章 27章是 主要讲的两个人物 哈密法克斯和洛克 这个哈密法克斯 他不是一个人名 他是一个头角的爵位吧 我是这么理解的 他的真名是叫乔治萨维尔 不管这个 那之前我们讲的这个共和主义 他还是发生在光荣革命 之前的一个 这么一个时间段 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但是到了这个 到了这个27章 哈密法克斯和洛克 这个部分呢 就是到转到了 1988年光荣革命 和之后的这么一段时期 那我先说一下这个历史背景 就是詹姆斯二世 就是他就是 他应该就是被那个 被英国 被英国人请回来 当国王的那个吧 詹姆斯二世 但是他的那个 不是 他是被查理 就是查理一世 被推上断头台之后 然后继任的那个国王吧 大家这段历史比较熟悉的 可以在后面补充一下 我这个具体的人名 我可能对不上了 我只能知道 就是反正就杀了一个 赢了赢回来一个 这个因为詹姆斯二世 当时扶植天主教 等一系列的婚姻做法 就是被推翻了 然后呢 这个英国人又请来了 威延和玛丽来继承王位 那请回来的国王 肯定权力就不行了 然后他们就处在 这个议会的监控之下 也就是说 而且你如果和同时期的 欧洲的议会相比的话 那英国这个制度 还是相当的先进的 也是也可以称得上 是一个自由政府 发挥了很久的作用 而为英国政府提供 理论依据的 也就是在这个 辉格朗的执政期间 为政府提供理论依据的 就是这两位启蒙思想家 一位是乔治萨维尔 他是第一代哈利法克斯侯爵 所以后面呢 我们就直接把他叫做哈利法克斯 另外一个呢 就是约翰洛克 我们先说这个哈利法克斯 他的内容只占了一部分 哈利法克斯 他的一个贡献 或者他的特点呢 就是对根本原则 采取了追问和怀疑的态度 他本人就是 我不相信什么政治理论 我认为你所提的那些什么 空洞的口号 都是为了掩盖党派的利益 他说抽象的原则 固然有某种作用 但是具体的利益和力量 却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法律和宪法不是一次制定的 而是经过了千百次的修正 而形成的 通过他的这些话 你就发现 他不太讲宏大的理论 他更看重现实的那种情况 因为当时17世纪的政治氛围 是比较喜欢讲绝对权利和绝对义务 喜欢搞这种黑白分明的理论 但是哈利法克斯 他就是以他比较妥协 比较中和的这种态度和风格 就是走了一个中间路线 可以说 中和这种绝对性 而且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以便利形式 作为政治的一个原则 哪个便利 哪个有实用性 实用性 哪个有实用性 我们就用哪一个方式 这种便利形式和实用性的思想 也为18世纪的英国政府 定下了这个理论 学说定下了一个调子 哈利法克斯 他说这个便利 是政治调整当中的一项长项因素 他认为这个观点 就是为后来的这种公立主义 奠定了一个基础 我们知道18世纪的英国 那就是公立主义 是一种就是占了一个绝对的地位 哈利法克斯 他所设想的政府 是由一个统治阶级来掌控的 但是这个统治阶级 必须是一个有明智的 有工心的阶级 就是公共的 公共意识的 这种一个良心的阶级 这样才能在权力和自由之间 达成一种切实可行的妥协 他还论述了政府和国家的关系 他认为政府的背后是国家 国家创造了政府 每个国家都有某种最高的权利 他可以根据人民利益的需要 而频繁的变更政府 国家生存和自我保护的原则 这个就是政治学的一个根本原则 哈利法克斯 他的一个著作是叫 《海上新模式》这本书 在这本书当中 他提出了三种政体的可能性 也就是为当时的英国现实情况 提出了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是君主专制 他对比的是法国 君主专制当时是法国 他认为这个政体 虽然在行政效果方面有优势 但是人民在这种政体下 生活的不是那种 不是自由状态 所以在英国不行 此外英国还要立足于贸易 而贸易是自由的创造物 因此不能实行君主专制 那英国的第二种可能性 是共和国 这种政体虽然比君主专制好 但是英国当时 已经进行过一次共和国实验 最后是以军事独宰而告终的 所以也不尝试了 那么就剩下最后一个混合君主制 也就是有一个国王 和议会分权的立宪政府 他说这样权力和自由之间 就实现了最佳的妥协 这就是哈利法克斯的一些观点 这个不是特别重要 我们重点说洛克 洛克呢 第一部分呢 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那洛克的思想 它是很大程度上 借鉴了中世纪的一些思想 并且是从胡克那里 一外相承来的 那洛克他的特点 不是在于他的学术原果 也不在于他建立了 多么严密的思想体系 而是说他给用了一些 当时的常识 他显得就是很通俗 把以往的经验 把就是中世纪的一些经验 政治经验 同他们这一代的一些哲学 和政治思想相结合起来 并用一种朴实朴素的一种陈述 把这种信念 就是传递 就是传承了下去 成为了英国和欧洲大陆 此后政治哲学的一个渊源吧 那1988年的宪政革命理论认为 政府 这是当时的 这不是洛克的理论 我先说的是这个 当时的一个革命宪政理论 通常的通常认为的 就是政府应该对他所治理的人民负有责任 政府的权利 要受到道德法则的这种限制 而且又要受到 他英国的这种历史的宪政传统的制约 政府的权利是为了国家的幸福而存在 那因而在这个意义上 政府权利是一种派生的 这就是当时的革命宪政理论 对于政府的一个描述 那么 这种论辩 是以共同体的社会为一平的 是吧 它是以一种共同体的社会为一平的 但是霍布斯的理论 却和这个相反 霍布斯他是认为 共同体是一种纯粹的虚构 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如果存在这么一个共同体的话 那么背后一定是有一个人 要行使主权 所以你刚才 你这个革命理论 所说的这些契约 责任 待遇制等等 都是以主权作为后盾的 这些理论 你只有在国家内部才有效 而不是为了国家才有效 不能超越国家之上 那你看以上两种观点 其实就是对立的 那第一种观点 是从功能的角度来阐述 就是设想 个人都是从事社会有益的 个人从事社会有益的工作 而政府呢 是在一个法规的空架之内 调解这些工作 那第二种 霍普斯的这种观点呢 就是说 从个人自我满足的角度来阐述 认为社会是由自私的个人组成的 保持和平的条件 就是以追求最大限度的私人利益 为目标的 洛克他没有采纳其中的一种观点 洛克也没有反驳另外一种观点 洛克就是 因为他当时的这种社会环境 要求他把这两种观点 或者各种观点兼容并包 同时采纳上述两种观点 并对这些原则进行考察 他要在更高的层面上 把这些矛盾的观点进行综合 但是这个任务 确实有点难 超出了洛克的能力 所以在洛克的一部分理论当中 我们能够看到 个人以及个人权利 是一种终极的原则 但是在另外一部分理论里面 社会本身就是一种终极原则 所以洛克的著作 就没有很好的把这二者 如何都成为绝对原则的 做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是洛克理论的一个不足 也是存在有前后矛盾的地方 然后再说洛克最著名的一个观点 自然的财产权利 洛克他批判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 霍布斯不是提出了一个自然状态吗 人们在自然状态当中 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 但洛克认为 自然状态是一种和平的 善意的 互助的 不受侵害的状态 他捍卫这种观点的理论依据是这样的 自然法规定了一整套人的权利和义务 自然状态仅仅是没有政府和法律正当规则 自然状态仅仅是没有政府和法律而已 但是道德规则仍然是适用的 也就是说道德规范 它的适用范围要比实在法更广泛 即使说政府不存在 但是道德规范仍然是起作用的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 究竟是什么赋予了道德力量呢 就是人们在没有政府之前 我们就假设我们现在政府突然没了 那你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会变成 霍布斯所说的人吃人 还是说像洛克所说的 我们也是有一种道德 有一种道德约束 在维持着 在调和着这个社会呢 大家可以开这个脑洞 之后我们讨论一下 那么我们现在针对洛克的这种观点就问的是 是什么力量赋予了这种道德 是神的意志 还是说我们理性上良心上的一些自知 还是说社会比政府更深值于人的本性 总而言真的洛克就是强调 道德上的这个权利义务 它是内在于并且先于法律政府的 政府的责任 就是要用法律去实施那些 我们所认为道德正当的规则 下面我们再说一下洛克的自有财产权利理论 就是看一下洛克是怎么为财产权辩护的 在自然状态中 每个人都有权从大自然当中获得生活资料 从这点而言 那财产乃是公有的 在中世纪的不少人都认为 这个公有制比自有制更接近自然状态 因此因为这个自有制是人堕落的一个原因 但是洛克却不这么认为 洛克认为洛克是不是这么 不是这么看待自有制和财产权利的 洛克是这么认为的 洛克认为人对于其身体劳动嵌入的东西 具有一种自然的权利 就是自有财产权是因为人通过劳动 把我人的把我把我的人格扩展到了 我所生产的这个物品上 因而产生了一种权利 比如说我做了一个工件 我做这个工件的过程当中 我肯定注入了我的劳动心血 所以我就相当于把我一部分人格 转移到了这个工件上 因此我对于这个工件产生了一种天赋权利 自然产生了一种权利 财产权利 如果我把我的内在的能量 转移到了这个物品上 也是这个物品就成了我自身的一部分 一般来说 这个物品的价值取决于 我向这个物品上倾注了多少劳动力 你看这个理论 其实和后来的古典经济学 和社会主义经济学当中的 劳动价值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根据洛克的财产起源理论 人们可以得出结论 财产权是在自然状态之前 就已经存在了的一种天赋 一种自然权利 所以他把财产权作为 人生而有之的一种属性 他对于这个生命和自由 看法也是和财产权相似 他就没有论述 那对这些权利 如果政府置之不顾的话 那么这肯定是不对的 社会存在的目的 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这些 自由生命和财产 如果一个人的自由财产权利 受到限制 只有一个情况下才可以 那就是你对A进行限制 目的是为了保护B的天赋权利 下面我们说 洛克哲学的含混之处 也就是说洛克的矛盾的地方 我们上面不是说过吗 洛克他是对各种 理论学派的一个综合 所以他不免会有矛盾的地方 比如说一方面 洛克他是支持天赋权利的 他认为天赋权利是一种 不称自明的道理 其实这种天赋权利 也就是凭借着我们的感觉 感性冲动得出来的一种公理 你不可能是用理性去证明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洛克又在 他的人类理智论这本书当中 他又说 任何观念都不是天赋的 不正自明的 这种道理是靠不住的 他甚至说伪命题 如果因为我们习惯了 也会变成 显而不争的真理 所以洛克的理论 就是一种心智理论 和科学理论的反常结合 心智理论就是经验主义的 感觉主义的 感觉凭借感觉来的 后面这种科学理论 就是一种理性主义的 所以他的洛克的理论学 阐述过很多遍了 洛克这里面 洛克的契约 有他自己的特点 他的特点就是 他把契约当成是 多数人的协议 契约怎么形成的契约 就是多数人制定的协议 多数人就代表了社会 但是洛克不曾想到的是 多数人也可能会 行使专断的权利 剥夺某一个个人的权利 而且我们也没有认为 一个个人主义者 一个人 那我仅仅是因为 我不同意你多数人的权利 难道就让我放弃 我自己的个人权利 或个人判断吗 他决定这种品格的 难道就应该是 数量上的大多数吗 就决定这个社会意识的 难道是数量上的大多数 难道我们就不能 用一种质量来衡量吗 其实现在社会 肯定不是用大多数 不是用数量上的大多数来衡量 是用质量上的大多数 是用质量来衡量的 也就是说社会 它是由优势群体决定的 但是怎么要去界定 这个优势群体 难道优势群体就是大多数吗 民主肯定是大多数 但是优势群体也可以是用质量 比如说贵族那种制度 它就是以质量 代表了优势群体 此外对于原始契约 究竟是产生于社会本身 还是产生了 原始契约 究竟是产生了社会本身 还是产生了政府 这个问题 洛克说 解算一个政府的政治革命 一般来讲 并不能解散该政府所治理的社会 这里其实就讲到了两重契约 第一个就是 我们人和人之间 递结契约 产生了一种社会 产生了社会 而在产生社会之后 社会又和政府之间 递结契约 产生了政府 所以我们解散政府 并不代表我们解散社会 这里其实蛮有意思 就把政府和社会 这种概念给区分开了 我们如果对政府不满意 我们可以换一个政府 但是我们这个社会 还是我们一个社会 那下一部分是说 社会和政府 洛克认为 政府的建立远不如创建 市民社会的原始契约重要 也就是说 政府不如社会重要 一旦多数人同意 组成一个政府 那么该社会的整个权利 也就由他们所掌控了 立法机构的权利 是属于受委托性质的 所以如果立法机构 违背了人民对他的信任 那么人民就拥有改变 立法机构的最高权利 此外行政机构也会受到 行政机构也应该受到制约 一方面行政机构 它是依附于立法机构的 另外一方面 行政机构也必须要 按照法律的约束来行事 因为自由的 为了自由 立法权和行政权 绝对不可能被放在 同一个机构当中 这也体现了洛克的 那种分权的思想 我们好像这种 孟德兹之后提出的 三权分立的 这个源头思想 分权的源头 好像就是源自于洛克 但我们之前 好像也没大听说过 有这个分权的这种思想 好像是从洛克开始的 此外 再说另外一个 洛克的这个思想 它是比较偏传统的 甚至有点保守主义的 为什么这么说 是因为他持这样一个 比较老旧的观点 他认为 政府只要忠于他的职责 那社会的授权 便使人民丧失了权力 这也就是说 人民的这种立法权 只能行使一次 即使社会有充分的 给油收回他自己的权力 那么也要等到 这个政府被解散之后 洛克之所以 持这么一种观点 是因为 是因为他也都担心 他也担心民众 他也对民众 有点不放心 他认为 鼓励民众随时可以解决 给民众太大的权力 可能也是不平致的 那另外一方面 他也是受到了 科克和托马斯史密斯 的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 传统思想认为 社会有权治理自己 和治理机构 就是立法机构 拥有不可取消的权力 这儿的之间 并无矛盾 至于为什么没有矛盾 那就是更深的问题了 解释不了 洛克他的宗旨是 捍卫革命的道德权 在他的政府论的第二篇当中 他对反抗暴政的权力 进行了讨论 他认为英国社会和英国政府 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政府为了社会的幸福而存在 所以如果损害社会利益 所以对于那些损害 社会利益的政府 我们进行变革是正当的 而社会的道德效力 同政府的强力 这个是完全两个不同的问题 因为政府的强力 就是强制力 军队这东西 不可能产生道德效力 如果你政府 也就是说道德秩序它是永恒的 而政府它只是维持 这个道德秩序当中的一个要素 因为我们现在的话说 就是普世价值大于政权 我是这么理解的 道德秩序是永恒的 我们都要遵守一些 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而你政府是为了 维持这些道德规范而存在的 不能逆天行事 道行逆施 就这意思 最后一部分是说 洛克理论的复杂性 洛克的理论 尽管从表面上 它具有简单明表的性质 但是在逻辑上 我们上面说了 它存在着各种矛盾 但是洛克的政治哲学呢 他就是试图把 过去的一些理论 和当前他这个时代的理论 结合在一起 而且试图去寻找 各个理论派别的一个共识 把各种不同的因素 综合在一起 就是洛克的一个贡献 那么 所以在他以后的 这一个世纪里面 人们又从他的 这些政治 这么一大堆的要素当中 去衍生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 那比如说工业主义 就是从洛克的 这个思想当中 去衍生出去的 工业主义 他取代了自然法理论 所追求的 内在善的理性标准 当然这使得洛克的政治哲学 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摧毁 但是洛克的政治哲学当中 还有很大的一部分 比如说像那个 快乐和痛苦的 这么一个思想 就传给了工业主义 当然还包括了 对于个人权威的理想化 对于财产权的一个重视 以及坚持公共理 是为了私人幸福 而存在的这么一些思想 都被工业主义所继承了 好 以上就是27章 对于在1688年 光荣革命以后 英国的一些政治思想 介绍了哈利·巴克斯和洛克 主要收到了洛克的 一些个人观 一些社会观 和他的一些财产 对于财产权利的辩护 以及洛克在理论思想上的 一些不足和矛盾之处 好